第1647集 收回这两个字也是你们能用的 李玉表示不能理解 这些石头是你们找回来的 你们有利有收回 你们有资格收回 对 我也有着这方面的疑惑 女挖石跟你们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叶浩玄感觉到好笑 同时他也感觉到无力 对于龙林的无耻 他也是深感无奈 这个世界的格局 马上就要变了 以前的那些东西已经不适应以后了 龙林也好 天宫也好 特勤局也好 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拼着 这些东西影响不到普通人 但是对于叶浩勋来说 却是一场巨大的震荡 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 格局变了以后 他已经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人了 而对于龙林的出尔反尔 却也是在叶浩玄的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的 通过上一次回京 他和龙翔的面谈 他已经知道 以后有可能 有会和龙林决裂 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决裂的会这么快 龙林不通过任何部门向叶浩轩施压 他们就直接行动了起来 不得不说 龙翔的耐心真的是有点不足 他已经等不到叶浩轩 去把那五块女蛙石给找权了 他要提前动手 以李延心威胁到女蛙石的安全为借口 他们变着分的 从叶浩轩的身上要女蛙石 所以说龙翔的无耻 真的是有点超出了叶浩轩的想象 我只听命于龙林 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理会 龙女的脸渐渐地崩了起来 他淡淡地说 您现在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我这个人有个怪脾气 那就是我一向不喜欢别人给我机会 因为我始终觉得 机会是自己给自己创造的 叶浩轩咧嘴笑了 龙女是吧 我可以用我的衣道 会会你的龙族血脉传着 叶浩轩的话音刚落 龙女便在她的眼前消失了 是毫无征兆的消失 叶浩轩吃了一惊 在她的神念里面 完全感觉不到龙女的存在 但是她心里情之不妙 正在她提神戒备的时候 一侧一股庞大的力道传了过来 叶浩轩迅速地出拳 但是已经晚了 一股巨大的力道 把她的身体高高地掀起来 然后叶浩轩重重地落到了沙地 沙地十分地松软 叶浩轩刚落到沙地 便迅速地借力 从沙堆里面窜出 而她刚才落到的地方 已经形成了一个沙坑 那是流沙 你这不是来抢东西的 你是诚心想置我于死地的 叶浩轩盯着龙女冷冷地说 我和你们龙林之间 现在还保持着默契 龙翔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不好意思 你与龙林的事情 我管不着 我只知道我要做什么 龙女的右手一斩 一把短短的棍子 出现在她手中 这棍子是紫金色的 在太阳的肇事下 呈现出一股耀眼的色彩 尤其是持棍的人白发飘飘 更是让人有一种 神秘莫测的感觉 哟 这是什么 定海神针 叶浩轩哑然地看着龙女 手中提着的铁棍 她的脑海里面 蹦出来了这几个字 因为她不认为 这就是一根普通的铁棍 她觉得这根棍子 一定是大有来历的 因为从这根棍子的身上 叶浩轩感觉到了一股 远古洪荒的气息 比不上定海神针那种神物 但至少也是上古传承下来的神心 比起你的修罗 要厉害得多 龙女很是自信的 她手中的棍子一转 一股庞大的气息 对着叶浩轩波动而来 她这是要给叶浩轩一个下马飞 因为她手中的这根棍子 那是神气 而叶浩轩手中的太长 那前身是修罗 那修罗呢 就是一件凶兵 但也是一件有灵性的灵物 大凡兵器 沾染了使用者的气息 会渐渐地变得有灵性 视为气灵 这些气灵 也是一物降一物的 一般来说呀 像龙女手中的这根棍子 算得上是远古洪荒的老资格了 她的来历比起太长的前身修罗 那可要厉害得多 所以说太长按理来说 应该是畏惧她的 龙女一上来就先喝退叶浩轩的太长 目的就是想给叶浩轩一个下马飞 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 叶浩轩手中的太长 非但没有退缩 反而激起了太长的胸性 随着那根铁棍的气息迎面扑来 太长嗡的一声响 瞬间湛蓝色的光滑大放 然后凝出了一个女孩的身影来 这是剑灵啊 每一次出现 她凝化出来的身体就结实了一分 上一次是五官清晰 而这一次则是已经有表情了 一张紧绷着的小脸看起来有些愤怒 它就像是一把出鞘的利剑一般 死死地与那根棍子的气息做抗争 在它出现的那瞬间 对方棍子上的气息一致 然后便不像是刚刚出现的时候 那么强烈了 那古老苍凉的气息 渐渐地消失不见了 看得出来 龙女手中的棍子怂了 她被太长的剑灵给吓傻了 龙女压人地看着 那浮在半空中 几乎已经要凝化出实体的剑灵 她有些震惊 她脱口道 居然是剑灵 这不是断奏师打出来的麒麟 而是秉承天地而生的剑灵 没错 就是剑灵 叶浩轩看着半空中的剑灵 他围着叶浩轩周边缓缓地转斗 似乎是在捍卫着自己主人的威业 剑乃是万兵之作 而剑灵则是剑的灵魂 一把凝化出了剑灵的剑 那是所向披靡的 叶浩轩的剑灵刚刚凝化出来 虽然还很弱小 就像是强宝中的英文 但是他散发出来的战意 是让人始料不及的 剑灵其实在龙子之中 也只能是一个传说了 龙女有些神色复杂地 看着叶浩轩 你居然凝化出了剑灵 要知道 一把剑 凝化出来的剑灵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叶浩轩是有多大的功德 才能让太长凝化出灵魂 废话那么多干什么 叶浩轩微微一笑 他手中的太长 缓缓地提起来 指向了龙女 他淡淡地说 我的剑灵需要战斗来滋养 我想龙族的血脉 会让它快速成长的 我打不过你 龙女看着战意凛然的剑灵 他如实回答 那就不打了 叶浩轩觉得 他绝对不是一个怯战的人 不 还是要打的 龙女笑了 他手中的棍子向前平指 龙族之后 从来不会后退 哪怕是面对 比自己强大百倍千倍的敌人 好 有骨气 叶浩轩一点头 他冷笑道 那么就来吧 龙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突然 他在叶浩轩的眼前消失了 下一秒 他就出现在叶浩轩的跟前 然后他抬起了手中的棍子 向叶浩轩挥出了一棍 在一边看着双方战斗的李玉没有出手 他本来就不是以战力擅长的 而且他也有自知之命 这档次的战斗他是掺和不了的 他老老实实地在一边观战 在他看来 龙女的这一棍子是平平无奇 不起一丝波澜的 就好像是一个少女无力地挥出了一棍子 但是这一棍子挥出去以后 在接近叶浩轩身体的那一瞬间 却有了变化 风云突变 战斗当中的叶浩轩 只能用这四个字来形容了 他明显地感觉到这一棍子中所蕴含的气息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头远古的凶兽 向他挥出了一击一板 叶浩轩的右足向一侧一偏 身形骤然换了方位 那一棍也就贴着他的身体过去 这一棍就这么被他给躲了过去 然后他右手挥出一剑 始终浮在四周的剑铃身处一只 刹那间剑气便凝成了 竖刀剑芒对着龙女横斩了过去 龙女鲜柔的身体一偏 手中的棍子提起 在这瞬间 他手中的棍子仿佛变得沉重了起来 剑气刺在棍子上 就好像是刺在一座山峰上一般 不起一点波澜 然后龙女手中的棍子一举 向叶浩轩当头砸了 这一棍要是真落实了 叶浩轩绝对能砸成肉 叶浩轩举起太长还击 两人的动作看起来并不算太快 但是在战局中的两人却暗自心惊 因为一旦被对方的兵器划上一点 那绝对不是受一点伤那么简单 两人瞬间便向对方攻出了七八招 然后身形错落而来 两人几乎是同时回头 然后便不再出声 他们就这样互相盯着对方 龙女的手臂上一条伤口正在向下躺着血 他的血脉有着龙族血脉的传承 每一滴血滴下去 沙地上就出现了一个翻滚的坑 就好像是沸腾的热水倒出来一般 还要继续吗 叶浩喧笑了 他觉得龙女不会再继续地打下去了 因为两人的实力已经见了分晓 不可否认 龙女也是位绝对的高手 但是跟叶浩喧比起来 还是差了点 你是神龙血脉 龙女看着叶浩喧突然道 没错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我的这一身实力是来自于神龙 叶浩喧笑了笑 但是这些并不重要 我们之间的恩怨还是要解决的 龙女盯着叶浩喧 他不说话 良久他才提起自己的棍子 然后转身离开 喂 难道我们就这样让他走了吗 在一边观战的李玉 大喊了起来 就这样让他走了 那是不是太便宜他了吗 算了 别追了 我可没有绝对的把握 真正的能把他给留下 叶浩喧摇摇头 他看着依旧在他身边 浮来浮去的剑灵 叶浩喧微微的一笑 你有名字吗 剑灵是太常幻化出来的 与他心意相通 现在的剑灵 还不能与叶浩喧对话 他就好像是一个懵懂的上女一般 剑灵在他身边飘来飘去 他思考着叶浩喧话里的意思 两久 那个蓝芒凝结而成的少女 微微的摇摇头 那 以后就叫你灵吧 叶浩喧笑了笑 你对这个名字满意吗 剑灵微微的点了点头 他围着叶浩喧转了一圈 接着 骤然钻入了叶浩喧的太常中 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叶浩喧抚摸着手中的太常 他不有的感慨万千脑 太常是血修罗的武器 原名修罗 但是之后凝化成太常 只是太常身上 还有血修罗的煞气 后来被轻衣真人 置于洗剑池中 洗去了那一身的煞气 接着凝化出剑灵 这个过程看起来简单 时间也不长 但是这至少需要天时地利 才能修得正果呀 收起太常 叶浩喧道 走吧 远处的沙尘堡又来了 再不走 我们两个就在这里 等着吃沙子吧 顺着叶浩喧看的方向 果然 天地相接的地方 一片黄沙弥漫了过来 这里的沙尘堡 还隐约地泛着一些雷光 看起来就不像是 普通的沙尘堡 要是真的被卷里面了 那还真的说不定 会有什么惊喜呢 哎呦 走走走 快点走吧 我虽然到过的地方多 但是最不喜欢的地方 就是沙漠这地方 这里面太干了 哎呦 李玉连忙站起来 和叶浩喧一个方向走去 三天以后 两人终于出现在 大沙漠的边缘处 李玉的体力 有些不值了 他之前受过伤 能活着走出来 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不过好在 叶浩喧的武兹多 不然的话 他恐怕真的难以撑出来 啊 太好了 我终于活着走出沙漠了 李玉躺在地上 他已经能看到 远处的城市了 再走上半天 他们就能遇到人了 到时候就可以坐着车 回到酒店里面 好好地洗个澡 然后吃点东西 睡上一觉 养好精神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